大家好 我繼續是這一輯的 健康總司令, 鄭欖瑞 我身邊這兩位就是健康豆冊 繼續有我梁家琪的總司令 還有我張志恒 接下來的每一站 我們都會針對大家 隨時會遇到健康問題 看看你吃得健康嗎? 人人說減肥 原來普通一天三餐都很容易胖 吃梳打餅沒那麼肥 為什麼這麼多油膩出來? 嚴Sir教路, 青瓜沙葛都減肥? 想減肥, 看一看你吃得健康嗎? 這集的主題就是 對, 女人的終生事業 無論多辛苦都會努力不懈 肥肥 原來你們知道的 怎麼會不知道? 知道還做這麼高加努力的食物來? 怎麼忍耐才行呢? 放心, 我們這些不怕胖 因為我們在網上找了一個脂肪量量 只要把食指和拇指夾起一堆肥膏 然後再拿鋼斜出來量度 如果超過2.5厘米, 就算是肥半了 撕不住 這麼裝模樣? 娛媛, 有時候我們吃的東西超過卡路里 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會? 你覺得不會嗎? 你說說昨天一天三餐 你吃了什麼, 就會知道你… 吃得健康嗎? 我跟Steven也吃得很簡單 昨天早餐, 他只清淡做皮蛋瘦肉粥 炒麵和油炸粿而已 中午就吃鹹魚雞粒炒飯加杯凍奶茶 又不是大魚大肉沒問題的 晚餐, 他也是隨便做咖喱 牛腩飯和凍啡 為了身體, 他一點也沒有放肆 至於我, 當然是就著來吃 早餐一中兩件 都是珍珠雞一件, 蝦餃一隻 燒賣一粒, 叉燒包一粒 通通都是一件而已 午餐只有一碗叉燒拉麵 一份炸蝦天婦羅 最多加杯綠茶雪糕 晚餐更簡單 三餐飯加杯凍啡而已 好了, 計好了 兩位, 想不想知道你們 多少 三餐攝取的卡路里 多少呢… 男人最初, 好嗎? 好 你就四千四百五十三個卡路里 你攝取了 你吃什麼? 你又不相信, 你是二千九百二十八卡路里 你不是這樣? 還是這麼多 對, 那是怎樣? 你只能超過標 因為一個正常的成年人 每天攝取的卡路里是二千四百 正常的女性 我不知道你是否正常 我正常的 就是一千九百 即是你超過二千, 你超過一千 這樣吃飯也超過一千? 是呀 那我就不吃飯了 難道我們真的要熬餓吃餅嗎? 吃這些吧 吃餅不肥了吧 肥不肥?不知道, 做測試才知道 怎麼肥? 是呀, 火燒梳打餅 很多女生肥胖都吃梳打餅說不肥 不是吧?試試吧 燒烤它 來 可不可以抵高一點?好 為什麼?火很大, 行不行? 放心吧, 沒事 很怕 放心吧, 在你這裡 有東西滴進去… 原來梳打餅燒焦之後 這麼多油滴出來的 差不多有十滴八滴 為什麼… 快點試這個了 好, 燒它 都燒發餅了, 初時沒什麼油滴 不過差不多焦了之後 來了, 油滴出來的聲音 差不多有十五滴 這麼多油, 怎麼瘦呢? 我吃了, 餅也有這麼多油 那好吧, 我以後什麼都不吃 就吃空氣了, 好不好? 不行, 吃空氣可能放更多屁 那怎麼辦?總之你 問他吧 要三餐卡路利控制得好 不超標的話 就要小心食物的選擇 炒粉麵飯 盡量改為煲的飯 也可以是湯粉麵 如果吃飯可以叫小飯 而汁醬也可以放開側巾 或者分享, 甚至你覺得可以的 不要醬汁也更好 看肉類, 別吃太多 可以去皮 最好在餐食中加些纖維蔬菜 這樣就最好了 飲品方面的話 最好可以選一些無糖 譬如無糖汽水, 擀茶檸水 用代糖去代替 也折散了很多卡路利 明白了 不用沒口好吃的最好 不…這樣吃法最多不肥 但我網上找到一件好東西 是會越吃越瘦的 是什麼? 就是蜂窩全亞洲的減肥秘方 香蕉浸醋 我也聽過, 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只要把香蕉刺片 然後放入瓶裡 再加入生果醋和黑糖 然後放入微波爐裡 燒幾十秒 然後拿出來之後密封 放它24小時在室溫 然後早午晚各喝一茶匙 有些人說喝完之後一個月 其實有八公斤 來… 真棒, 口渴… 這些東西我不是弄給你喝的 總司令 幹什麼? 口渴有飲品 是呀… 真棒 讓你試一口 五大筋 是呀… 好喝的吧? 是呀… 好喝的 怎麼樣?什麼感受? 吐不吐得到嗎? 吐緊 什麼味道? 我已經說過了 香蕉浸醋這個方法減肥 其實也是偏方 因為在科學研究來說 都沒有做過質驗 去看看減肥效果 所以都要注意 因為香蕉和醋都是一些 含糖分的食材 所以對於糖尿病患者來說 可能不太適合了 青瓜是很多食法的 今天我們做了一個青瓜沙角汁 沙角, 即是這個嗎? 是呀 但圓形的嗎?不是一條嗎? 那些角有兩種 一種是平時用來煲湯 這一種角可以當成生果吃的 生吃的嗎? 是呀 這個撕掉皮, 裡面的肉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用來生吃 很清涼的 還有一件好, 因為纖維很粗 可以幫我們排便 這個醬汁要怎麼做呢? 青瓜洗乾淨, 不用削皮 這個就是削皮 削皮後, 把它切片放進去 炸汁 如果怕是寒, 加一片薑 放進去, 讓它沒那麼寒 好像很簡單 很簡單, 份量沒所謂 你喜歡生果味較重, 就放在生果 青瓜屬於低熱量 高水分和含有高甲質的食材 一條青瓜大概有45卡路里 而當中的甲質 是可以平衡身體的納質 可以得到我們的肥物或多熱水分 隨著小便排出體外 沙蓋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所以它可以幫助排便之餘 也有豐富的飽肚感 不過留意當中也有碳水化合物 所以有糖尿病的人士 就要注意你的食用份 燕Sir, 我是不是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是嗎? 挺有誠意 很骨折, 很有誠意 真的很棒 我覺得一喝酒就像微風吹過來 這麼清涼 這個真的很適合夏天喝 很棒 青瓜的味道也是 對, 沙蓋也是很清潔 對 今天是來吃醒神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近三十多年 全球肥胖人口上升超過一倍 在全球大多數國家 死於超重和肥胖的人 比死於體重過輕的多 肥胖會增加患上各種慢性疾病的風險 包括高血壓、心臟病、膽膽固醇 糖尿病、腦血管病 和多種癌症 標預防體重超標 除了要定期進行適當運動之外 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 近年重量級的人士越來越多 根據衛生署去年的調查所得 聽說有接近四成 就是肥胖或超重的人士 就是說我們三個之中就有一個 我們兩個是否聽我說話 我不是很疲勁嗎? 我這種樣子打他也可以 你想打多一點 是嗎? 來 是嗎? 真是很好笑 不過我們不要這樣笑我們的嘉賓 三未七一,三未 三未… 這條是什麼時候? 這個剛進電台工作不久的時候 那時候多重 那時候是180磅的 因為你以前怎麼減肥 任何一件事聽得到, 我也試過 後來我試過很多次之後 我試過一個比較好一點 想短時間保持健康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介紹一下, 看看吧 好, 今天我介紹這個餐單 這個早餐有咨啡、香蕉、雙蛋米 有些咖啡因可以令人比較精神 雙蛋米、蛋白質、澱粉質 很豐富… 豐富的 午餐呢? 午餐我會吃雞胸肉 吃很多菜, 有些西蘭花 吃蘋果和一點點飯 一定要一點點飯 我發現不吃飯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人很累, 不精神 你也試過 試過 晚上我會吃蛋白質 三文魚, 加一點飯, 沙律 我這樣吃這個, 加上運動 其實我覺得不錯, 幾個方法 當然是否不錯, 我們不知道 先問專家 我們先看看森美, 吃得健康嗎 森美的餐單看起來很健康 有魚、有肉、有水果、還有菜 一點也不肥 實質對控制體重有否效呢? 請來註冊營養師、蛇耳靈 和蔡曉陽醫生評論一下 我這個餐單, 我自己很滿意 阿敏, 專家 覺得我這個餐單值多少分呢? 如果100分滿分, 我也會給你70分 70分? 見面了 你哪方面?轉蛋? 70分, 大哥 有什麼選得好… 這個餐單沒有肥膩的肉 也沒有煎炸食品 但我在雙蛋米粉扣了五分 吃得好… 為什麼這麼五分呢? 其實不是雞蛋不能吃 如果早餐一次吃兩隻雞蛋 始終是太重 因為一隻雞蛋有五克的脂肪 等於一茶匙的油分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這個我很喜歡吃雞蛋 心魔… 對, 心魔 值得五分 其他不能減了吧? 好, 冷靜一點 其實衛生署建議每天 都應該有兩份水果、三份蔬菜 但因為一條香蕉 其實已經等同兩份水果 所以這個餐裡已經有三份水果 所以… 厚十五分 對, 所以我建議 早餐的香蕉要不就轉黃帝椒 要不就只吃半條 蔬菜方面, 其實這個餐單 也有五份蔬菜 但因為西蘭花 相對於其他綠葉蔬菜來說 它的澱粉質含量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晚餐 其實不需要再吃一碗西蘭花 其實只保持雜菜沙律已經可以了 但我不建議 其實正餐有一個水果 因為始終水果有很多果糖 其實每一個正餐 我們都會攝取澱粉質 澱粉質落到身體也會變成糖分 所以我建議水果在兩餐中間吃 這樣會比較好 蔡醫生, 我想告訴你 有些人減肥, 但又很喜歡吃甜品 也在網上聽到有一個方法 就是雪糕減肥法 究竟有沒有科學根據呢 其實用雪糕減肥 其實不太行 是 不太行, 為什麼呢? 因為雪糕裡面有很多脂肪 而且也很甜 如果我們吃了這些東西 如果放進去, 身體會轉換 變成了個肌肉脂肪 積在身體上, 長期來說就會肥 好, 來到這裡 既然生日我老友 一定要給他設計一個新的減肥餐 讓他更好看 有沒有方法? 100分 有的, 當然有 其實我可以介紹一個餐單給你 其實早餐會是一個中型的番薯 再加一隻燒蛋 午餐就會是… 吃自己 對 來, 抹蛋哥 中年的番薯 對不起 不要緊 午餐會是一碗豬扒湯米粉 再加一碗菜心 晚餐會是一個南瓜雞肉麗麥飯 亦配一盒雜菜沙律 兩餐中間, 例如早點會有個奇異果 再加幾粒杏仁 下午茶也會有一個蘋果 再加一點合桃 因為兩餐中間, 剛才我也解釋過 加一些小食會避免新陳代謝減慢 等到下一餐不會太餓的時候 就一次過吸收食物, 吃得比較多 為什麼我會選豬扒呢? 因為豬扒比起其他豬手、豬軟骨 豬頸肉, 脂肪含量比較低 而南瓜黎麥雞肉飯 為什麼要選南瓜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南瓜有很豐富的纖維 其實它也可以幫助身體穩定的血糖 而黎麥的營養價很豐富 它很高纖維 也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所以升糖指數很低 另外因為它的蛋白質很高 有齊全我們人體的必需按基酸 其實我們吃了一碗黎麥 已經攝取了百克的蛋白質 其實那一餐可以吃一整個肉 想減肥, 除了要吃得更健康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運動, 千萬不要偷懶 不行…我們平時這麼忙 哪有時間做運動呢? 就是, 若人又難, 復祥更難 對 但有些運動其實不用這麼複雜 一個人家做就能做到 減肥運動的動作 做的原則就是身體用的肌肉越多 能量消耗效果越好 我們第一個做的動作 就是很簡單的開合跳 這個動作可以當成一個熱身 速度一般就可以 還有記住有呼吸 第二個動作就是抬街訓練 我們在家裡可以找一張穩固的椅子 然後做一個提膝 將身體向上提升 一二三, 上, 上, 下, 下 對了, 可以加上擺手 速度不需要快, 保持有呼吸 你一個均衡上下的速度就可以了 第三個動作就是提手向前半噸 來吧 然後轉腳 對了, 保持呼吸, 身體儘量挺直 這個動作除了有好的消耗效果之外 也可以訓練到肌肉的協調和平衡能力 這三個動作 如果每個動作能夠持續做到20至30秒 而整套動作大約用10分鐘來做 早上、下午或者晚上的時候 總共做到30分鐘的話 燒豬的效果是會理想的 我們很感謝雷Sir教了我們這個運動 但是這個真的很厲害 是 是比較辛苦 但是為了減肥一定要這樣, 不要偷懶 是, 不過體質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 都是第一時間請教你們的家庭醫生 喘氣了? 是 是, 所以這集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 第二式 是… 你認識我, 我不認識 大哥